今天過課之前,有些新的朋友在這裡 說好一點關於過課的,是屬於我們佛寺裡面 一堂吃飯,都算是一個重要的功課 因為每一次吃飯,其實是屬於生活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因為我們是屬於一個修行的人 在那個行為裡面,最重要是修那個子貫 所以當我們吃飯的時候,我們就是要進行收五罐的一個貫賞 因為其實是一個享受,但是我們是以一個精神享受 是作為最重要的一個依歸,所以就不會放過 在那個肉身吃的時候,那個精神的理想世界裡面 就會教我們用一個什麼方法去吃呢 當我們一會兒拿起一碗飯的時候 我們首先就爬三口,就是先吃飯 第一口,我們的心裡面就說,我很多的惡念希望去除 第二口就是說,我希望大地一切的善業,我都去收集 第三口就是說,我如何令到港大的眾生和我一齊都能夠得到覺悟呢 跟著我們就很隨意地,無論是喝湯好,夾菜好,吃飯好的時候 就會想一想,今天這些米,它來的是很不容易的 很多農夫很辛苦,很多人經過很多階段才到我的口裡 所以抱著一種很感恩的心情去吃這一口飯 第二個貫賞就是,我自己很慚愧,我學得很少東西 我能夠在這裡修行,得到這麼多人去支持我的飲食 我的心很慚愧,和很感謝,我們也想一下 我應該怎樣去勤力一點,而令到我有這樣的條件去享受這一頓飯呢 第三就是,當今天如果的菜菜,感覺到最好的時候 我們就不要貪吃,如果稍為一般好的話 我們就不要卷戀著這個食物 但是如果今天的菜菜很差,我們就不要起一個憎恨心 第四就是,當我們吃的時候,我們覺得是我們的身體裡很多眾生需要 除了要到我們裡面很多細胞之外,我們還會感覺到 我覺得這個好像吃藥一樣,它是幫助我能夠修行和活動的 第五就是,我為了要得成佛道,我能夠好好地把我的精神世界得到覺悟 所以我就像現在我們大家一齊一樣,很努力去吃 這一頓飯呢,可以讓我有機會講佛教的平等思想 平時呢,其實我們沒有今天的菜那麼好吃,還有那麼多 今天因為有客人到,所以我們的統籌人就特別安排多了一些菜,還有很好吃 所以我們的心就會想,第一就是不要貪心 但是又忍不住那種喜悅,就會很感激 因為有客人的來臨,令我們的菜多了 我估計我的客人都會很感謝我們 就是我們這個神秘的食飯方法,終於打開了 這個叫互為感恩,就是我們怎樣多謝我的客人 我又代表我的客人,多謝大家這麼辛苦這幾天 所以佛陀呢,一早在他的教理就說 一切的眾生才真真正正令到他成佛的重要性 和一切的眾生又很感激佛陀的出現,令到我們的智慧是能夠超越 這個就是永遠想一件事的時候,都會互為恩果,互為感恩 那就不會單方面,只是想自己,從自己的出發點 我們就會灌進去別人的境界裏面,來看自己 又用自己看別人,又我們在下位的看上位,上位看下位 這個就是佛教一直推說,我們怎樣訓練到 我們時時有一個平等的心呢 一個平等的心,就等於一個是和平的心 如果時時的心裏面都很和平,對每一件事都會和對方著想去想 這個世界,大家朋友,我們一個社會,一個國家,一個地球 大家就會用一種很和諧的方法,共同相處 如果有一個平靜的心的時候,我們灌空的時候,就會灌得更舒服 大家想一想,明明我們所有的人都硬硬硬,有一塊東西坐在這裏 為什麼你說它是空呢?我們就拿回那盞燈來灌,好像那盞燈,我們灌它說 是由油,是由玻璃,是由面繩,是由打火機打著它 明明是很多物質一起組成,雖然我們叫它燈,但是它是由很多物質組成 這些很多物質,都是一樣物質,都是一個實體 我們現在開始灌那條面繩,我們現在灌,不知道在哪裏 飛了一粒很小粒的種子,落了泥土裏,藏了很多年 有一天,下了一場雨,有太陽,那粒種子突然爆開了 就開始飆芽,然後就掌成一棵樹,這棵樹經過幾年之後 就有棉花了,但是你可以再問,如果接下來 當然是棉花,為什麼被人發現了,是賣了給一個翹繩的人 翹繩的人,因為我們要燈,要棉繩,所以跟它訂購 這個很容易解釋,但如果我們要解釋,那粒種子 究竟為什麼會飛到泥土裏面呢 這個就是時事大家討論,有雞先就有雞蛋先 但是我們拆開這粒種子,現在的科技就發覺這粒種子 原來又是由很多很多不同的因緣,組成成一粒很小的種子 我們也知道,很多很多這些因緣而組成的 如果再去尋求,一直尋求下去 因為我們佛教所所說的空的意思就是 凡是所有的東西,都不會它孤零零自己走出來 它一定是要有很多條件,它然後才出現 我們就是形容這一種這樣的情況,叫做空 這個只不過是幫助我們,它是一個技巧去幫助我們去理解這個宇宙 每一樣東西,它都是經過種種的組合,然後形成的 如果我們執著這盞燈是一定有的話 我們如果一路灌下去,知道原來那條單是條棉繩 不要計算玻璃,不要計算油,單是條棉繩 我們都可以一路灌下去,到今時今日,它仍然是組合才可以成功 但是最重要在這裏,我們佛教最微妙,最精彩的智慧就是 它雖然空,但是它的用和它的上是仍然存在的 我們就會注意到每一樣東西,它的本性,它的本質就是空的 但是不妨礙一切的經過組合而形成的用和它的上 所以當理解任何一個事情,都會用體、善、容、立體的方法去理解一件事 我們的心就不會時時執著 由於我們不執著的時候,我們對過去的東西,未來的東西,現在的東西 我們都很清楚很清楚看到,它過去是什麼因緣生的呢? 未來,未來又會有什麼因緣會出現呢? 現在在燦羅燦羅中,又在變化著 如果能夠這樣的時候,我們對過去的東西 我們就不是執著它一定有過去的東西 只是去不斷理解過去是因為什麼原因而成為有過去這件事 而這件事一定是有一個作用 當然它可能有一個很難看的相 譬如我們過去曾經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 是人類一個很醜陋的鬥爭而產生的一個這樣的現象 我們會覺得很遺憾 但是我們看回其實它的作用就是激發起 我們未來人怎樣去尋求一個更和平共處的方法的一個力量 所以有智慧的人,他對於一些很苦惱的問題 因為很不安的問題,他會在這裡激發起一種力量 但是沒有智慧的人,他就會執著這個不安 一個不快樂、一個痛苦的境界 以為這個是實際有的東西 所以一個如果開始學習去理解問題的人 他明白到過去的東西,有過去的因緣 有過去的條件,過去的情況,未來有他變化出來的因緣 他的情況,我們就會能夠 其實佛教最大的秘密就是用這個方法去解脫自己的煩惱 這個世界如果多些有智慧的領導人 我們的生活就會快樂一些 將來如果我們怎樣選一些有智慧的人 最重要是看他執不執著 如果他執著,就會經常將一些過去的東西 他以為真的有,所以就執著在心裏 來決定我們的未來 如果我們經常用這個方法的時候 我們可以自己參考一下 就是我們多些去看 好像我們今天這樣 能夠和那麼多外國人一起吃這一頓飯 這個因緣就是很奇怪很奇怪的 背後有很多很多條件形成 也是智蓮政院成立了開放之後 第一次我們夠膽去接待一些客人 用這個方法去吃飯 那是什麼原因呢? 我想如果有興趣就問徹師 為什麼我們可以成就這個因緣 是不是必然會這樣呢? 未必的 如果有任何的障礙都不會出現 但是這次是很順暢 令到這件事情 我們長住大眾 無論九十歲的老師傅 乃至二十幾個小師傅 都很認真、很緊張 和很盡心去做 在這裡 如果我們將來大家有緣的話 我們可以一起去討論一個智者 所留下來給我們一些智慧 令到我們的生命過得更加有意義 好,多謝大家